第一个 让自己心灵健康 第二个 保持红利 继续活到老学到老 如果你已经老了 已经超过55岁了 我希望你回头来读心理学 心理智商 谐谈 社会技巧 社会曲 社会变迁 跟家人的相处 老人有三类的老人 一个是初老 一个是中老 一个是老老 那初老大概在65岁以前 55岁以后 那中老大概65到75岁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老老就是85岁以上 那这三种代表 初老还活力十足可以贡献社会 中老呢 他可能部分身体失能 需要部分支持跟帮忙 那老老就可能是半失能在床上 需要更多的关怀介入 这三种人的生涯不一样 那这三种我们要自己面对 怎么面对这样的处老中老跟老老 那最主要的就是有两点 第一个让自己心灵健康 第二个保持活力 继续活到老学到老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老化的人 过去的老年人平均是39到50岁去世 还没有老就去世 所以他没有体验到老的过程 但是现在的老年人 等到老的发觉 哇 我没有学心理学 我不会面对我的老化心理 那突然孩子走了 我该怎么办 那个老化的压力就来 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每个老年人 如果你已经老了 已经超过55岁了 我希望你回头来读心理学 心理之杀 协谈 社会技巧 社会学 社会变迁 跟家人的相处 那这个一般的大学没有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在每个地方 都普遍是老人大学 松年大学 长青大学 让老人家用低一点的价格 就可以来上课 那上了课当中 才有机会被改变 如果今天没有受过教育 人们是很难被改变 因为他体会不到 那也听到不同层次的老人 来献身说法 他重新学到 怎么面对自己的心理困扰 那这心理困扰 我们过去说老人家 有三种最重要的心理困扰 一个叫做 自以为是 一个叫做 孤僻 一个叫做 自我隔绝 那这三个 都是因为老人 没有好的心理教育 以为这样就是 足起来 安全躲在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鼓励 老人家要把那个围起来的 跳出来 那但是以前老人家 老了 对孙子 对儿子来说 一定是这样代表危险 其实要改变 那我们老人家也要学习 去讨好年轻人 讨好孙子 那了解孙子 你需要自我调整 去跟他们重新建立关系 或者他工作了二三十年 临时退下来 他的威望还在 用这个去面对孙子跟儿子 是行不同的 但是很多老人是没办法突破这一关 那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教育 来帮助他打开这一开门 在我的身边有许多的老朋友 他们都活力十足 那为什么活力十足呢 我觉得有四个因素 我引用联合国的资料 就是一个老人 身心健康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生理或身体的健康 那第二个因素就是 他自己要心理健康 第三个自己 他愿意投入社会 会造成社会健康 那第四个就是 1990连德国开始要求的 希望每一个做健康的人 帮助每一个人 有他的 那这四个健康会让老人家 就永远活力 但是记得 身体健康不是说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身体健康 但是长期有病 可以获得快乐 然后再次死瘡 优优独立的